你 这可是我亲自设计的夜行衣 是不是特别好看 特别的帅气 你干什么 什么 不可爱吗 那要不我换个款式 换个颜色或者 换成粉红色的 是不是就更有女侠风帆了 行侠仗义又不是胸口碎大石 哪里胸口碎大石的 明明就很好看嘛 多么的英姿 萨爽 威风凛凛 难道不是吗 顾奶奶 你要干什么呀 就是想要做你的好帮手 以后呢 我就是你的左宝 右臂 我们一起除不安聊心下正义 这样 我自断双臂 你就别添乱了 我哪里有添乱嘛 我还有用的 我以后帮你一起把 什么敌人来了我都杀得片甲不利 行了 行了 你就闭嘴吧 你赶快回去继续睡吧 少爷 不好了 有人到官府 撞告叶灵侠和青龙寨勾结 抢劫商队 挺帅的 他们竟敢反咬一口 看来背后的人不简单 你让阿柔去盯着背后报官的人 不要动他 盯紧了 是 对 今晚有行动 不带上我 看你今天还怎么四次行动 嘘 头疼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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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官之人叫郭百万 是青州城的丝绸商人 他撞告叶灵侠 勾结青龙寨 把自己购买的上等丝绸 烧抢一空 郭百万只是一个抛腿的小人物 真正的幕后主使另有其人 既然他已经出招 我们再安兵不动 岂不是无趣 竟敢反咬污告 那他们一定暗中布置好陷阱 等着少爷呢 今日可有过百万的行踪 都记录在这儿了 做得好 剩下的 就交给我 少爷务必要小心 这些人都是狡猾的亡命之徒 恐怕 比青龙寨的土匪更难对付 我 你是叶灵侠 除了我 还能是别人吗 在想什么 我在想 这夜空里的星星 可以自由自在地闪烁在银河里 可是我呢 从小就跟我爹在一起 直到现在 也没能过上我们想要的生活 我也是 我从小在这儿长大 也不是我能选择的 小宝 你有没有想过 换一种方式生活 换一种 其实我之前就想劝你 不是为了我 也不是为了我爹 我是真心地为了你 我觉得在这世上 有更加属于你的地方 可我就是个山匪啊 我离开这儿的话 我又能去哪儿啊 好男儿志在四方啊 你要相信你自己 而且这世上有那么多美好的地方 我相信你会成为 你自己想成为的那种人 这些星星好美啊 这些星星好美啊 所有人都可以像他们一样 自由自在 好男人都可以像他 看一眼 我的脸 你就别胡说了 她做了 你不听我咱们 我这一给我做了 我一批一个不顶脸 她不正式 你要怎么做 你们再我 Pon 自由自在 两批一个 你干什么啊 什么 不可爱吗 那要不我换个款式 换个颜色或者 换成粉红色的 是不是就更有女侠风范了 行侠仗义又不是胸口碎大石 哪里胸口碎大石的 明明就很好看嘛 多么的英姿 萨爽 威风凛凛 难道不是吗 顾奶奶 你要干什么呀 就是想要做你的好帮手 以后呢 我就是你的左宝 右臂 我们一起除不安聊 行侠正义 这样 我自断双臂 你就别添乱了 我哪里有添乱嘛 我还有用的 我以后帮你一起把 什么敌人来了我都杀得 片甲不利 行行行 你就闭嘴吧 你赶快回去去睡吧 少爷 不好了 有人到官府 状告叶灵侠和青龙寨勾结 对 抢劫伤队 挺帅的 他们竟敢反咬一口 看来背后的人不简单 你让阿柔去盯着背后报官的人 不要动他 盯紧了 是 今晚有行动 不带上我 看你今天还怎么私自行动 我都没有 我都没有 走 我都没有 我都没有 我都没 他撞告叶灵霞 勾结青龙寨 把自己购买的上等丝绸 烧抢一空 过百万只是一个抛腿的小人物 真正的幕后主使另有其人 既然他已经出招 我们再安兵不动 岂不是无趣 竟敢反咬污告 那他们一定暗中布置好陷阱 等着少爷呢 今日可有过百万的行踪 都记录在这儿了 做得好 剩下的就交给我 少爷务必要小心 这些人都是狡猾的亡命之徒 恐怕比青龙寨的土匪更难对付 好 不 你是叶灵霞 除了我 还能是别人吗 好